这个男人到底发现了什么 居然举着手机一路狂奔 原来城市里惊现一只白米巨猫 男人只是想拍下发个朋友圈 结果直接被巨猫一爪子踩成了肉饼 小猫的主人是一个科学家 他七七四十九天没合眼 成功研制出了一瓶放大药水 如果你拥有这种药水 最想把哪个部位变大呢 科学家对自己的研究成果非常满意 于是激动地打起了瞌睡 谁知道小猫咪偷偷溜进实验室 捂食了变大药水 接着便出现开头的一幕 变大的猫咪将城市当成乐园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到处搞破坏 人类为了阻止它 连战斗机都出动了 谁知道这猫咪变大后 还拥有了哥斯拉的技能 一个原子吐息 瞬间将战斗机变成了渣渣 科学家也意识到自己闯大祸了 赶紧拿着猫粮跑出来 它高高举起来引起猫咪注意 果然奏效了 贪吃的猫咪舔了舔嘴巴 跟着猫粮来到一片空旷的荒野 趁这个机会 科学家掏出缩小药水 直接扔进了她的嘴巴里 哥斯喵成功变回了那个小可爱 最后科学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警察来到她家收集证据 结果一个喷嚏 放大药水意外洒在同伴的裤子上 一时间天空溢溢起一个庞然大雾 吓得路边的女生紧紧捂住了双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